1月20日,由博主发文爆料,谢娜快把录制现场玩手机被镜头拍到,而且还不是第一次电视节目上这么做真的好吗? 从爆料者放出的截图来看,谢娜确实在玩手机,逼着头盯着手机,似乎在查看什么内容。 此前谢娜在录制现场也被拍到玩手机,原来谢娜不止一次在快乐大本营现场玩手机。 下面图片显示,当时格静老师就坐在线那旁边,中间隔着一个人,格静似乎也没有察觉到谢娜在玩手机。 不知道谢娜在忙些什么事情呢? 对此,有网友吐槽说,昨天我也看到了,而且还明目张打,玩手机就有点说不过去了,工作时间。 录制快乐不是工作吗? 不过,也有部分网友替谢娜打抱不平说,不是他粉丝,但也想替他说一句了,真的不至于这么黑他。 他拿手机应该都是为了准备下一首表演的歌,只希望以后提前准备充分一点,别再被拍到了。 他这个是在看,歌词吧,无数都在有唱歌的环节被拍到吗?